大家好 我是三蘇公 又到了每週的更新情報時間 那這次是4月的第一次更新 我們來看一下新的圖 第一週 第一個更新 新增變身卡片 哎呦 新的紅變喔 我們來看一下黑蛇 喔 就是這個雅丁的新王 還有這個屠殺者 我們看一下喔 近距傷害2 傷害減免1 攻擊速度48% 移動速度3%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數值是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攻速也最快的嘛 那近距傷2的話 跟死息是一樣的 那多一個傷害減免 抽到應該也是不錯用的 那這個是遠距離傷害1 遠命3 這些一樣 底下一樣喔 那法師是43% 魔法征服力1 MP恢復2 卡面是蠻香的啦 那黑蛇的外觀我是覺得還好 很小怪的感覺 那屠殺者莫莉提亞我覺得還蠻 也是蠻好看的 蠻帥的 再來新的藍變 畫島的弓箭手槍兵 又變成冷漠的了 這邊還有溫和派系列 跟這個黑蛇系列 那藍變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大家看看就好 這些是比原本的畫島還強 一些還行啦 還不錯 這個加營地跟營命中也還行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個更新 扭曲的地下監獄更變成常態的內容 喔 所以之後會一直有囉 這個超棒的耶 這個只要你殺人殺太多 去洗一下 一下子就可以洗白了 然後經驗值又多 這個改成常態 得正啦 NCE 幹得好 這個非常的棒 再來 第三個更新 新增連續抽卡功能 喔 原本我們買禮包有沒有 包包裡面 都要一個一個點 沒辦法連續去抽喔 這裡終於 新增了這個功能了 好久了喔 那個禮包要一個一個一個點 真的是很麻煩 不過 是不是也是一個 上頭鍵啦 嘿嘿嘿 我們原本會看一下包包的數量 現在如果抽的不太好 先停 晚點再抽 或明天再抽 這個連續抽卡一直抽下去 可能就抽光啦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抽了蠻多的 都沒中 沒出紅盤 就先停一下 我自己是這樣之後 覺得有比較好抽一點 不出的時候就是怎麼抽都不出 連一個紅都沒有 再來 第四個更新 調整血蒙的貢獻值 金幣原本是20 現在變100 300鑽 300 變500 900鑽 1000 變15 貢獻變多 這個也是不錯的 那接著 新增 血蒙徽章守護 守護是新的那顆喔 新的數值能力 我們來看一下 加了重量獎勵喔 還行啦 最近我的徽章一直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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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來回跳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已經連續5天了 永遠看不到456以上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 真的是壞了 再來 第六個更新 影子足跡 新增這個地間 維修後 會持續2個禮拜 30等以上就可以進入 1天2個小時 欸 不錯耶 希望經驗值多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獲得這個黑色原石 還有藍布 5防的 然後還有五卷 防卷 黑色原石 可以拿來跟凱薩的助手 這個NPC 來換這個道具 我們看一下 有這5件 強化過買的道具 可以登錄到收藏品 也就是說 你換了這些東西之後 還要去衝喔 我把它衝到一定的加幾之後 才能登錄到收藏品 然後會有收藏品效果 那這個是每天一定要去打滿的 這個又要靠賽了 衝上去你就 比別人多了收藏品效果 但是收藏品加了什麼能力 會用更新公告來確認 應該是晚一點 或明天會出 這個免費的很香 到時候再來 一起 跟大家衝衝看 再來第七個更新 每日牽到 新的一波 還是沒有藍布那些的 雖然我不缺啦 那這一箱 不知道是什麼咧 是詛咒還是祝福的 強化卷軸嗎 再來我們看到第八個更新 新的商品 來看一下 也就是本週的新禮包啦 狂暴卷軸一樣啦 再來 抽卡44抽 欸 還行喔 還不錯喔 但是是變身的 娃娃沒有 那底下就沒有了 居然沒有名譽幣啊 沒有名譽幣 所以我就覺得CP值沒那麼高了 上個禮拜五出的那一包是因為 它有44抽 再加上名譽幣15箱 所以我覺得CP值還不錯 但是這個沒有名譽幣的話 多了這個平證啊 我們看一下平證要幹嘛 平證買3個 可以加紀念值加7% 3個變成藥水恢復率3% 兩個傷害減免1 那這樣的話我會覺得 如果想省錢一點的人 藥水恢復率 可以先不用搞 那你如果沒有要打架 其實傷害減免 也可以先不用 我覺得重要的就是這個經驗值7% 所以可以買3箱就好了 雖然傷害減免練功還是用得到 但是 多這1 不可能往上升的一個地圖 所以我覺得還好 奈米克玩家 維克玩家 這個經驗值7%先拿到手 至少有一個多月 的7%加成 那我自己會再考慮一下 這個7%是一定要拿的 那這個傷害減免 有可能會拿 但藥水恢復率3%我覺得還好 真的還好 再來是閃耀的高級方塊組合包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可以買2次 然後一包裡面是22抽 變身 閃耀的高級方塊7個 那這個方塊使用之後呢 每20小時可以使用 然後會獲得這個 閃耀的高級變身抽卡一次 也就是單抽 然後全部使用的時候 可以獲得 11抽 欸 他所指的全部是指 這7個還是要買2包 4個叻 照理講 應該是這7個開完就會送 11抽 那第二包的7個又會再送 11抽 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 不可能要你2包全買才有11抽吧 這樣就有點太 被詐騙了 這個可以在等更新公告 詳細的內容 主要是還想拼紅便的人 這個可以來買一下 好 第二周的狂暴卷軸製作 我們可以做這個紅便 各帳號限制10次 應該也是10%的機率 再來 紅5 我們一樣可以做這個 跟以前一樣都是這幾把 但是大成功可以出紫色的 跟之前聖水那一波都差不多 只是這次是換成狂暴 那這個箱子應該還是可以用這個 加9的藍武去做吧 這裡居然沒寫出來 再來第9個更新 艾莉亞補給箱 也就是每個月的月包 各22抽的 我們看一下內容 力量結晶力量碎片 時間補充時選擇箱 原本的每月補給箱 是沒有時間時的 這個時間時非常的缺 每天晚上睡覺都要掛這個夢倒的話 根本不夠用 所以多了這個時間 選擇箱我會非常的想買 再來還有成長藥水 喔 欸 這次的補給箱大升級 如果一樣賣1500的話 這一包還蠻超值的 龍珠也比以前多 永水一樣 然後原本是碎片跟力量之城 現在升級成 結晶跟碎片 所以這一箱 大改版 大升級 如果一樣賣1500的話 CP值超級高 再來愛麗亞變身組合包 好這個就是保底的 保底的藍 藍變 再來還給你抽卡 變身2024 這個跟原本的 一樣 內容是一樣的 那這個愛麗亞組合包 三步驟 我們看一下 鑽石一樣都有給 再來變身6 娃娃6 最後給你這個藍的選擇保底 那這兩個是綠色保底 這個還行啦 買鑽送你一些變身 覺得還OK 再來就是 喔 最初的工程站耶 終於給出日期了 4月24 各位 能請假的 醒起來 已經知道日期了 4月24 只要玩天堂的 應該都 請假不上班不上課 大家拚了 好不好 大家架牌起來 24號 血流成河啦 各位 終於啊 終於終於 還要十幾天的時間 大家 趕快 充等 儲備資源 鑽該儲的儲 裝備該升級的升級 準備大戰一場了 好不好 那我那天也會排開所有的工作 我那天就天堂到底 大家要被天堂綁架一天了 好 那這邊 因為我剛才喔 講到鑽鑽喔 還是 最後跟大家 偷偷推薦一下 這個QR Code 大家可以掃描 如果你需要點數的話 很多人不敢用袋鼠跟我一樣 那你如果需要點數 可以掃這個QR Code 加他好友 跟他說你是三鼠公的觀眾 就會有特別的優惠 那這個優惠的話 之前是這個 15000多賺 是台幣 9000 付款方式是用匯款的 那放心喔 我自己也是從這裡買 剛才才出了5萬 那這個我沒有抽成 也沒有收工商費 純粹就是 商家為了挺我 跟我的觀眾 想讓大家 可以便宜的儲值 那這個管道 來源也非常的 正當與安全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啦 那連結我也會放在這部影片底下 大家可以點過去 掃這個QR Code 想買多少可以跟大家講 那這次的更新情報 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啦 掰掰 我們明天再見 了 我們大家看看 先給大家看 我們告訴你 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